疫苗的副作用白白款 有人打了疫苗之后 竟然出现零八截肿胀 在国外就发现 打完加强剂之后 更容易出现零八肿胀的副作用 因此提醒民众 若要做乳房的X光检查 最好是打疫苗后 四到六个星期再安排 打疫苗最担心副作用 就在美国开打加强剂之际 美国食品级药物管理局 FDA官员表示 接种第三剂疫苗后 更容易出现零八截肿胀 其实打完第一剂和第二剂疫苗后 就有不少女性反应 自己的腋下出现不明肿块 这名女子接种第二剂辉瑞BNT 两天后 身体零八截 包括腋下脖子和手臂 居然出现高尔夫球大小的肿块 由于家族成员有乳癌病时 让女子相当担心 不过后来证实 这是接种疫苗后 常见的副作用 FDA官员表示 疫苗常见副作用 通常很快消失 最长持续10天 不过零八截肿胀 可能会干扰乳房S光检查 导致检查出现错误数据 因此部分专家建议 接种疫苗后 4到6周再安排 乳房S光检查比较保险 然而加强剂的副作用 其实与第二剂非常类似 有人出现肋流感症状 多数人则是感到疲倦 记者综合报导